嗨,你好,我是超级爷爷,Sufra Z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学中文 我是日本人,那么以前来台湾之前当然不会中文 我的中文是在台湾学的 但是那时候跟现在环境非常不一样 那么今天我会想看看好久以前的晚事 就在我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 学中文 我第一次来台湾是40年以前的事情 那时候我在东京认识一群台湾留学生 他们说台湾是个好地方 你一定要来玩 如果没有来玩那太可惜了 我听到这个之后心有点动 然后决定要去玩 那时候我想既然要去台湾 先学一点中国话比较好 因为这样不但在台湾游玩 还可以跟当地的人交流 很有意思 于是我到书店去找课本 到了书店我直接走到 外文课本的专区 有好多书 可是80%到90%是英文的课本 剩下的书当中 比较多的是德文和华文 其他语言有俄文 西班牙文 韩文还有中文 但是中文的课本很少 没有几本 我从书架一本一本拿下来看看 但不晓得哪一本比较好 我对中国话真的很陌生 然后最后选了一本 就是这一本 书名叫做 一千万人の海外旅行 中国語会話 为一千万出国旅游者的 中国语绘画 为什么我选这本书呢 看看这边 这边有写 这一句话的意思是 谁都会说 我看到这一句很高兴 好不犹豫的买下来 结果失败了 这本书最大的特色就是 每一个句子 都有日文骗假名的发音 不是注音符号 也不是罗马拼音 而是日文的骗假名 我选了这本书 因为无论如何骗假名是日文 就是我的母语 我觉得应该比较好学 那么课本的课文 我念给大家听 看看听得听不懂 怎么邪魔啦 怎么邪魔啦 这字版是吹拉様子 吹拉公公 吹车吹拉様毛病 我自己都听不懂 好像自己当北韩的主播员的感觉 我在台湾跟台湾人说 怎么这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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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他们听不懂 好了 我看看版权页 这边版权页 多少钱 380元日币 台币差不多100元 出版发行是 招合52年 几年前 现在令和3年 还有平成30年 再来招合63年扣掉52年 总共43年 这本书是43年前的课本 然后第三刷 谁都会说 我想应该好多人跟我一样失败了吧 我刚刚说 我学中文的时候的学习环境不好 可是不好也有好的地方 哪里 那时候没有玩记玩路 没有玩记玩路不是很不方便吗 没错 可是这样 我看不到日文 40年前 我第一次来台湾 那时候纯粹来玩的 待在台湾的时间 差不多一个月 那么两年之后的1982年 这一年我一整年在台湾学中文 可以说 我的中文的基础 是在那个时候打好的 这一年 我来台湾 差不多前面的半年的时间 几乎没有接触到日文 日文没有听到 没有看到 当然没有说 我的脑袋渐渐的变成中文系统了 如果有网路 这绝对不可能的事 因为我一定会网路上看日文的节目 日文的新闻 这个很自然 没有网路对我学中文有很大的帮助 我这么说 或许有人问 那你没有日本朋友吗 没有 那时候我一个日本朋友都没有 那么又有人问 你没有看日文的报纸吗 也没有 那时候如果想要看日文的报纸 要到大饭店的大厅 那里才会有卖 可是很贵 一份报纸要九十块 我每天一餐大概二三十块解决 一份报纸九十块实在太贵了 那电视呢 电视根本不用说 因为那时候是戒严时代 戒严时代的台湾 电视 广播 还有电影 都不能讲日语 我现在还记得 电视上第一次听到日文的时候的事情 那一天有一个朋友好兴奋 大声的说 王真志在电视上有讲日文 对他来说 这也许不能相信的尽头吧 那时候的电视台 NHK啦 未来日本台啦 通通没有 只有三个频道 台视 华视 中视 所有的三台 连第四台都还没有 喜欢看日剧的朋友们 不太能相信吧 可是那时候真的是这样子 电影呢 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在电影院第一次放映日本片的时候的事情 那之前 台湾的电影院不能放映日本片 只有一年一次的日本电影节可以上映 好多人想看日本片 为了购买预售票 大牌长龙 在电影院上映的第一部日本片是什么 知道吗 我没有记错的话 那是红猪 是宫崎骏的卡通片 那时候电视新闻也有报道 好多人去看 我也到台北的梅花戏院去看 我在台湾 完全接触不到日文 这样的环境之下学中文 听的 讲的 看的 想的 全部都是中文 结果我的中文很快就有进步 打好了基础 日常绘画 差不多没问题了 可是 这只是开始而已 真正学习中文是 从此以后才开始 这才有意思 不过今天时间不多 改天有机会的话 我再分享给大家 今天我讲的都是 四十年前的事情 好 那么今天的超级四分剧 到此就结束了 下次还有机会 继续聊聊吧 拜拜 拜拜 怎么这么说 怎么这么说 这次版级出了什么事 这链公公 汽车 出了什么毛病 我们下午前进入 非常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